那我们就开始勾泡肤吧 其实我们之前做发夹的时候也讲过 首先呢还是环形起针 然后勾五个短针 好的五个短针勾完之后 抽紧线圈换线 先要把第一针去做一个引拔 然后再换线 就来到第一个针目做个引拔 如果新手的话我建议用一个记号扣 因为有时候那个起立针 大家会误会成第一针 所以用个记号扣就不容易出错 好的 接着我们就要开始勾底 勾花瓣的部分 首先挑任意一个位置起针 把线头可以给它搞到勾针的上面 我们在勾的时候 可以把线头也给它一起收一下 好 首先 起三个 三个锁针 然后在同一个针目 勾四个未完成的长针 这些都是在同一个针目进行的 好 之后当勾针上有五个线圈的时候 一次绕过勾针上的所有线圈 然后引拔 引拔完成之后 继续勾三个锁针 然后到第二个 第二个针目上 再做一个引拔 好 引拔完成之后 这样第一个花瓣就算完成了 我们继续第二个 三个锁针 然后四个未完成的长针 之后一次穿过勾针上的所有线圈 然后再三个锁针 到第三个针目去引拔 按这样的规律 把五个花瓣给它完成 再调整一下花瓣的形状 好 五个花瓣完成之后 到回到 我们需要回到第一个针目 再去做一个引拔 好 然后再把线 调整到后面 再做一次引拔 然后断线 这样的一个泡芙就算完成了 我们还需要把线头给它处理一下 用缝线针给它收到后面 然后把泡芙的形状给它调整一下 这样的花瓣 我们一共需要做十个 十朵 好 十朵泡芙花勾完之后 我们开始勾抽绳的部分 这个抽绳比较简单 就是一直勾锁针 然后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 我大概是勾了80针左右 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勾 然后断线 接着我们一共要勾两个这样的锁针抽绳 接着我们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把抽绳给它左右两边开口的部分 各穿一边 穿到合适的洞眼里面 我们先演示一边 然后第二边 另外一侧也是按照这个方式 做就可以了 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侧的锁针 抽绳一侧的线用缝一针 把泡芙花给它 留出的线 留出的线头那部分 把泡芙花给它绕一圈 让那个线头都长到泡芙花里面去 两边的线头各 两边的线头各 穿一个一朵泡芙花 好的 两边都穿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用到胶腔 把这两朵泡芙花给它 泡芙花给它 粘合到一起 好的 好 花瓣的顶部也要需要粘合一下 不然开着不太好看 好的 这样一侧呢 就算完成了 我们按照相同的方式 把另外一侧也给它绑定好 接着我们需要把泡芙花给它 你装到 粘贴到纸巾盒的各个地方 我们可以自己先摆个位 这样有一个大致的方向 我们再粘合 这样就快 方便一点也快一点 出来的效果 可能就更接近自己的预期一点 对 就先把位置摆好 然后我们再去打胶粘合 好了 一个还蛮清新的泡芙纸巾盒就算完成了 希望你们喜欢咯 那个纸巾盒的颜色蓝色可以选择再浅一点 我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